一樣是和解不認罪 全班上一戴著口罩 藝人又勝以一身清白象徵 26號上午現審北院 全是因為日前她遭三名女子 指控涉嫌性騷 你今天會認罪嗎 不好意思 雙手核實姿態百到最低 回顧整起事件 去年6月演藝圈迷途浪潮興起 她的助理指控 2016年又勝以借廁所 唯有強行進門 接著就對她席兄強吻 10月北檢正式將她起訴 今年1月第一次開庭她 當時受訪時就曾表示 起訴內容與事實不符 但願意和女方和解 這回再度開庭 她的態度180度大轉變 當庭坦誠犯行 不敢說付出 因為其實該處理的事 就該處理 過去有些事情要負責就負責 今年1月底她帶著一家大小 到花蓮出席蘿蔔節活動 擔任義工 面對鏡頭右盛體型 明顯銷售不少 因為卷入性騷風波 讓她演藝事業一度停擺 不過近期她也經常在臉書 曬出參與公益活動的照片 一次想要藉機洗白 重新挽回她的顧家好形象 只不過如今管絲纏身 想要重返演藝圈 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近新聞 黃衛桃 蔡玉如張家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